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在这个世界上是重要的渔业生产国之一 过去都依靠着海洋而繁荣 不过当全球的渔业自演 处于一个低水准状态的同时 这些传统的渔业就要跟着转型 其实台湾在渔业永续上 还继续地努力为这边海洋打拼和加油 现在就跟着闭口的脚步 一起来感受台湾为这边海洋 努力挂成的感动吧 Go 好了高手 这就是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 水藻 它这边才有神经测出来 神经性病毒 杀杖来杀杖起 这是用鱼梯 两只脚一双眼 探索海洋新感动 发现鱼乐新世界 在台湾 为了保育及富裕鱼的资源 除了在渔船陷舰 特定鱼种的鱼获量管制 划设近鱼期与近鱼区等 政府每年更投入经费 培育本土性具经济价值的鱼苗 依据各海域生态环境特性 放流适合的鱼种 使用的资源能够在自然与食用中得到平衡 台湾自民国67年开始 就陆续在各地实施放流鱼苗 这些放流的鱼苗 都是由台湾优良前符合规定的 养殖场所养殖出来的哦 经统计自2002年开始 至2010年为止 台湾各地放流的鱼苗总数 已达到了5506万尾 可说是为海洋注入了一股新生命哦 这些即将放流的鱼苗呢 它的机制以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世界上是先有鱼才有卵 还是先有卵才有鱼呢 哈尔啊 这个问题真的要好好地研究一下 那鱼苗到底要怎么来呢 当然是鱼爸爸跟鱼妈妈 共同努力的结晶哦 所以呢 毕童现在就从这个鱼苗的源头开始看起 哈尔啊 要看吗 要看 现在带我来去哦 大哥你好大哥 你好 我是娱乐新世界主持人啊 嘿嘿 你好 我叫毕武 招呼 哦 毕武你好 你好 啊大哥 你请问一下 你这个池里面粮什么 鱼 鱼 鱼鱼 鱼鱼 鱼鱼哦 对对对对对 那大哥我问你哦 你养鱼养这么久了 哎我想请问一下 要怎么培养出健康的鱼苗 健康的 健康的鱼苗 嘿 要有健康的鱼苗 一定要先有健康哦 种品种好的种鱼 品种好的种鱼 哎你怎么知道它那个种鱼好不好啊 健不健康 健不健康很简单 就是它吃饵的那个状况好的话 一般就是很健康 你要看看有没有 好啊 来 好啊 偷鱼高手 好啊 有呀呀呀 是呀 哎 大哥真的哦 鱼好大你看 跳上来跳上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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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优良的种鱼 相信这些后代一定也会头好壮壮的 我们就跟着壁虎去看看可爱的鱼苗吧 啊大哥 你怎么会放一块萝卜糕在这边 哎 你们看萝卜糕 这是鱼料生物 鱼料生物哦 我们在冷冻起来就是要吃鱼苗 啊这是什么做的啦 这哦 这就是纹 就是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 水藻 这个要怎么养 要下去哦 它会慢慢溶解 那小鱼就会到它的周边四周来吃 来 比虎 哎 这就刚才我们的蜜蜜那肛起来的鱼材 我给你看 哎 这几百米 几百米哦 哎 哎 这个大概一吋而已哦 哦 这差不多两三公分 没错 来哦 这这就是四十马八鱼苗 哦 哎好漂亮 它尾巴太差了 太差的 对 这是叉尾型的鱼 大概一吋嘛 哎 两公分 两公分 以上 这个已经快到三公分了 快到三公分了 对 多大才可以把它放流 我们一般都是养到五公分 大概差不多在二十天 二十天 对 对 对 啊 有怎么看它有没有健康 哦有 它的活动的能力很活泼的 哦 你看它吃得很飽的 哦 刚才我们刚刚我们摆的鱼料生物 对不对 对对对 啊你看那里面一点一点就是鱼料生物 其实有什么特别需要照顾化注意的地方吗 哦 你就要用好的鱼料好吃啊 用的足量啊 要让脚有肉 要让脚有肉 脚没肉哦 它肉不够多 对 体力就败 体力就败 对 体力败 对 就败了 哈哈哈 这个五公分就可以拿去放了 放牛哦 没有啊这个过程哦 还要还要再请那个检验公司 是 检验看它有没有药物残留 药物残留哦 那个有没有一些浸药啦 浸药 看有没有那个浸药啦 或者什么抗生素有没有残留 仔细想想 将来要面对大海的鱼苗 身体状况当然要健康咯 看大哥细心的照顾这些鱼苗 真的可以感觉到海洋的新希望哦 那些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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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不是签名牌啦 那不是什么 做记录 做记录哦 为什么要做记录 这就是细行做报表 我们这个鱼苗鱼苗养殖的过程 要全部给它记录下来 要记录下来哦 那记录什么 记录它的体肠啊 摄蚝的状况啊 这样哦 就是看它记录看它有没有乖 有没有吃饭就对了 对对对 成长得好不好啊 有没有顺利啊 要不要有顺利啊 哦 对啊刚才那是细行做报表 这张叫做养殖池登陆表 养殖池登陆表 是 你要干嘛 这个就是我们鱼池的 鱼温的配置图 哦 像说就在那里生产的 是 哦 啊我们就要来登记说 在哪一池生产的 然后要报备给 永续鱼的发展协会 你的意思说 哪一池养什么鱼 都要跟它报备哦 对 你跟它报备是这一池 它到时候来抽验 来检验就是从那一池找鱼去来检验 这样哦 很严格的 很严格的哦 对 啊这一池什么池啊 这一池是生产完要 再出去放牛之前 中间要经过一个海水的续养 海水的续养 对 因为这边的沿路跟海的沿路是一样的 哦 要来适应 对 所以在到当地要放养的时候 哦 沿路才不会不适应 你那一说这个 这个要哪去放牛了 对对对 什么时候 明天 明天哦 就要放牛了 鱼宝宝长大了 终于要回归大海咯 这一尾大概是5.8 它这边才有神经测出来 神经性病毒 还数分钟了 陈先生 怎么看 放牛的大概都是5万到10万位 那这样一勺多少尾要怎么算啊 一勺一勺要怎么算啊 所谓的鱼苗放牛 可以说是现代渔业的一门学问 可不是民众随便买鱼到处放生哦 这些鱼苗都经过专业的评估 将适合的鱼种放到适合的环境 大小数量也都受到管控 更重要的是这些鱼苗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程序哦 到底有哪些呢 我们赶快跟着壁虎去瞧瞧吧 陈先生 那我们在这把这个鱼苗 要投放之前 还是要做什么检验的工作呢 我们需要做两个工作 一个是量测它的体长 看有没有到达合约上规定的5公分的大小 另外一个是检测它有没有红彩病毒 跟神经病毒的残留 现在是要量 现在是要量体长 就我们这样放着嘛 然后就看它大小有没有到5公分以上 有啦 有啦这一尾大概是5.8 5.8哦 对 要这么仔细哦 对 5.8 第一条5.8 嗯 来再来 第二条 第二条 第二条比较大哦 第二条大概6公分 6公分哦 嗯 合格合格好棒哦 然后我们一般 会检验30位的鱼 30位 只要它平均有5公分以上就可以 这样哦 所以它30位是随机抽选吗 对随机抽选啊 然后呢 量好鱼体的大小之后 我们就要做刚才讲的 鱼病快篩的部分 这个要怎么检测啊 神经病毒就 起于有鱼的脑 啊 为什么要用鱼脑 不要用鱼的尾巴 因为它这边才有神经 才有办法测出来 它有没有神经性病毒的残留啊 然后把它脑放在这滴管里面 磨碎之后滴到这里面 然后大概等15分钟看它的结果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就是我们要检验的另外的是 虹彩病毒 虹彩病毒也是鱼类常见的病毒之一 容易造成鱼苗的死亡 因此在放流前 也都会仔细的筛检哦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两种检测啊 因为我们在放流鱼苗的时候 我们但希望鱼苗是以最健康的方式 回归到大海 然后这两种检测神经病毒 还有虹彩病毒 最容易感染其他鱼类的病毒 所以我们这个放出去的这个鱼苗 是最健康了 对 没有任何病毒的 没错 只要它没有这两种病毒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以最健康的自带 回归到大海 还15分钟了耶 陈先生 嗯 怎么看 像我们现在看得出来 就神经 神经坏死病毒 它是一条线 有有有 代表没有病 没有病 没有病毒的存在 然后像虹彩病毒也是一条线 这也代表它是没有病毒的存在 哦 这样就成功了嘛 对 这些取样的鱼苗 经过病毒检测 确认了这些鱼苗的安全性 与稳定性后 就可以继续进行 接下来放流的后续工作咯 经过检验合格呢 证明这些鱼宝宝都是健康的呢 现在呢我们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啦 嗨 徐先生你好 嗨 你好 那这些要放流的这些鱼苗 还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动作吗 像我们现在齁 就是我们准备要放流的鱼苗 必须要先放到这个续养池来续养 续养 续养 它就做类似像我们做中间育成 然后放流前的大概12到18个小时 我们就不要喂食它东西了 12到18个小时不要喂食 对对对 诶好小趣喔 啊你要放它走 反而喂饱啊 因为要放流前喔 你假如让它肠胃有东西的话 是 它在运输上会有点不方便 不方便喔 因为我们为了要提高它的存活率 所以在这个部分 你不喂它吃东西 是 它的肠道的那些废物就比较少 比较少 对就是说它不会有排心物排出 水质就会比较干净 对随时比较干净 可是你在运输整个过程 整个时间点都很长啊 那它不会肚子饿吗 诶 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短程运输 哦短程运输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鱼苗这个容忍度应该还OK 它到了海上之后 它就可以马上有 可以马上去找食物 找食物 对对对 哦 那你们一个点大概是放多少尾呢 像每个点我们 每个点放流的鱼种数也都不一样 也不一样 因为你假如放太多的话 是 变成说造成这个海域 这种鱼种是一个优势种 优势种 反而会对生态不好 所以我们也有经过评估 我们放流的大概都是五万到十万尾 每次放流大概五万到十万尾 五万到十万哦 对 那会不会依据什么季节放什么鱼种呢 会啊 也会哦 因为它每个季节是不一样的 哦 那现在是秋天也接近冬天了 那现在最适合放哪些鱼种呢 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池子最主要是要放 摩啊 摩啊 獅马拔 哦 对 因为验收时 大伙工作专注的样子 我们也不好意思打断大家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鱼苗准备放流前的验收情形吧 他们现在是收成要把这些鱼摟起来 然后放到大海了 对 那鱼这么小条 鱼这么多 鱼要怎么去算啊 会用标准勺 什么叫标准勺 就是说鱼这么多 我们拿一条 然后我们会在中间 用一勺 中间楼一勺 对 来当做它的标准勺 等一下我们的监视 跟这两位大哥真的讲说 好 我们就由这一勺来当标准勺 不要打两次的标准勺 两次的标准勺 原来看似单纯的一个放流鱼苗动作 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事情 是需要注意的 相信这些健康的鱼苗 一定能顺利的回到大海去的 现在这个要干嘛 现在是打第二次的标准 所以现在点浆第二次 那我们就请黄大哥 可以啊 开始来帮我们点浆 好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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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位 4位 8位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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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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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226 誒 剛才我們說202啊 對啊 所以我們兩個加起來202加226啊 平均就是214啊 214喔 對啊 所以兩萬三千尾除以214 就知道他要打幾勺的標準勺 這樣喔 對 他打完之後通常我們的黃大哥 他也很慷慨 是 我們那邊 他們的工作人員還在幫我們打魚秒 魚秒 那些是要Service給我們的 Service是什麼 就是免費提供給我們去放流的 這樣喔 對啊 黃大哥 人多好 太好了啦 魚蝦自己吃啊 沒有啦 這個臀小這個要放到海裡 讓牠長大才會增加一些資源啊 終於終於 這些小魚們要回到屬於牠們的大海了 到底這些魚秒放流的政策 還有什麼令人感動的故事呢 下一段精彩節目不要錯過囉 把魚秒用魚船載出去 第二種就是用魚踢 用標示籤直接釘在魚棋上面 讓魚還要申請多少 要喔 慢慢啦 慢慢啦 讓你海水進來 海水進來喔 這些小魚呢經過幾個月的培育 種魚殘暖還有魚秒服務呢 到現在所看到的就是最符合這個標案 所規定的這個標準啊 今天呢這些小魚要回歸大海了 現在我們來到台中市 嘿 這個徐先生 嘿 今天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地方放流呢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後面現在有一票的小學生在後面 欸 我的粉絲啊 對嘛 當然就是你的粉絲啊 這樣喔 但是他另外一個粉絲 就是我們今天要放流的魚種 是 然後他們只要發現 還有某一種魚種的魚貨量變少了 嘿 魚體變小 是 那就大概可以估算說 欸 這個魚種是需要放流 然後他會跟我們開會討論說 是不是在某一個時間要放流這些魚種 放流的數量有多少 那我們來做一個決定 讓也跟我們上級主管之前 漁業署 做一個回報 那當時我們就會 上網公告要採購哪些魚種 來做各縣市的放流 那像我們放流的方式喔 是 有三種 有三種 一種就是 把魚秒用魚船載出去 載到海裡面去 得到我們認為適合放流的地點 就再把它倒下去 對 另外第二種 就是用魚梯 魚梯 魚梯就是跟我們溜滑梯一樣 就讓魚 坐著溜滑梯溜到海裡面去 這樣喔 第三種呢 第三種就是我們今天這樣子的 我們就在 後面的紅色的地毯裡面 對 還有斜坡道 這樣子我們也是可以放流的 一般我們也可以在沙灘 像這個斜坡道也是滿適合放流 全台各地每年都經過評估 放流數萬條實用性魚苗回到大海 種類繁多 像是有鵝蛙魚 斜木魚黑鵰迪鵰石斑等 有效增加海洋資源 你們放流的這些魚苗啊 它會不會一去不回啊 你們有做什麼一些評估效益嗎 有啊 目前有做的喔 就是說放流後兩個月之內 我們會指派專人到放流地點的海域 我們去做釣場 那另外一種就是我們委託我們的漁獲標本戶 每日天報表 它這資料就直接送到海洋大學的團隊裡面 去做評估分析 可是那些魚都 樣子都差不多一樣 你們怎麼知道這魚是不是你幫牠走的 像我們在做喔 要做放流這個動作 有一種是直接 用標示籤直接釘在魚脊上面 另外一種是用螢光劑 安全的螢光劑 那我們就到沿南去 去收集這些資料 就可以馬上辨別出來 這些魚是不是我們放的 然後從中間體長 跟它的數量 我們就可以評估說 這個資源量到底有沒有要恢復 然後它的效益好不好 就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有了這些後續的評估後 也才能更精準的了解放流 實際上對於環境資源增殖的效益喔 還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放生跟那個放流為什麼不一樣 放流的動作你看 我們從養殖場 我們必須要檢驗病毒 檢驗藥物殘留 還要問縣市政府 當地適合放流哪一些魚種 搞清楚這些魚種的生態 跟吸洗環境的特性之後 我們才能夠去放 然後我們還要跟放流所在的縣市政府 做申請的動作 這些動作完成之後 我們才能夠到今天這個場地來放 那放生呢 放生就是 它有的 它搞不清楚這些魚種的生態 它可能就是一股腦 把所有的水產養殖物 全部倒在水庫 河流 還是海水 它不了解 可能引進外來種 雜交種 或者基因改造種 它沒有天敵 它到最後就變成這個海域的優勢種 放流還要申請的喔 要喔 魚 這是我的啊 我要把它放走是我的 就是要經過一段一段的審查程序 它要確保說這些放流的魚種 是安全的 是可靠的 不會影響我的整個生態環境 像是這樣的魚苗放流活動 結合了縣政府舉辦 讓民眾一同參與放流 一方面增加了海洋資源 另一方面更能讓民眾了解放流真正的含義喔 最緊張的時刻 最感動的時刻到了 這些小小魚兒要回家了 徐先生 對 現在這個要怎麼處理啊 怎麼處理 魚鳥現在在我們的手上 是的 那我們就往前走一點 往前走喔 對 要直接到喔 不行啊 直接到 這是小孩啊 小孩喔 要好好的 呵護他 這樣喔 所以我們先蹲下 蹲下 先讓海水進來一些 讓海水進來喔 對 然後慢慢的讓魚兒滑出去 欸欸欸欸 游出去了 對 哎呀呀呀 欸有欸 有欸 對 有有有有有 欸真的欸 游出去了 喔呀 現在到我了 現在到我了 對對對 這樣要放了 對 慢慢拉 慢慢拉 讓海水進來 海水進來喔 對 他就慢慢游出去了 就回去囉 欸有有有有 有有有 游出去了 喔 好多喔 喔 他現在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興 你看 小魚回家 小魚回家囉 唉呀 回歸大隻 你看 大家都跳出來了 唉呀呀呀 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活潑 就像我一樣 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 唉呀呀呀 啊 好多喔 嘿 今天 放牛的任務 成功 成功 讓我們看看你的後面 你的粉絲都來了 唉呀 我的粉絲都來了 唉 最漂亮的妹妹 今天來這裡參加這個放牛的感覺如何 很不錯 很不錯 很不錯喔 那你知道這個放牛魚苗有什麼意義嗎 對啊 就是 以後讓我們繼續有魚吃 喔 就是以後讓你們繼續有魚吃 是 你好 老師你今天帶了這麼多的學生來這裡 你覺得放牛會對他們有什麼意義嗎 有什麼樣的意義喔 嘿嘿 首先他們知道這個小魚 是 我們要放牛要愛他們如何 讓他們能夠成功的放到海洋裡面 那我們事先有教導他們如何的 如何的愛護這個魚怎麼樣放到海裡面 不可以用到的 另外他們也知道說我們放這個魚苗的目的 所以是希望能夠永續讓海洋的生態能夠永續 那魚有機會長大 那希望這個海洋能夠 所以今天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 是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樣 喔 好棒喔 經過這次的探訪 你是否見識到這個台灣在魚院永續上 所做出的努力與貢獻呢 期待這次放牛的這個魚苗 能夠平衡生態 這樣才能讓整個魚的資源持續與永久 是漁業新世界下週同一個時間再見囉 在漁業資源處於低水準的現代 漁政機關正積極從漁政管理 漁業資源保育及富裕上 為漁業永續做努力 但最重要的還是需要仰賴全民 強化生態環境保護 漁業資源有效利用的觀念 共同建構永續漁業經營的環境 藍色大海的精彩 邀請您一起來參與喔 你看他們都好近喔 我們不要買外面的圖式麵包來餵食 因為齁 真的有餵 圖式哪一隻啦 這是啊 這裡如果圖式的一定找不到魚 還好我有帶你前進 看到齊羽啦 你看到齊羽的時候人也掉下去了 齊羽記的重頭戲呢 齊都比 等一下 為什麼標齊羽一定要選在浪這麼大的海面上啊 齊羽一年字記都有 為什麼選在十一月來辦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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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